瑞穗香农会绿色照护站开站以来 规划了各式各样的学习活动 让农村老人长辈活到老学到老 尤其邀请前任卫生所护理长吴宜金教导学员 配合音乐律动和节拍 进行了叠杯操运动 训练长辈们的手眼协调能力 活化脑力 老人长辈们觉得新鲜有趣 笑称有点难又不会太难 上周完成基础训练后 今天这一堂课 瑞穗香农会绿色照护站的讲师 前瑞穗卫生所护理长吴宜金 特别进行进阶版的叠杯操 跟着台上讲师老人长辈大声念孔爵 双手双脚搭配节拍拍桌 拍手拿起杯子反扣下去再拍手 反复几个八拍 老人长辈手忙脚乱乱了套 却又勇于挑战再挑战 很棒啊 这个游动增加我们的活力 也增加我们这个反应啊 我看大家都进步很多 都会搞祸吗 一下要拍一下要拿 不会不会 那你觉得这个活动好不好啊 好啊 对身体有益啊 这样不错啊 不错啊 以前担任卫生所护理长 时常跑社区部落进行 卫教的讲师吴宜金 这一次受邀担任讲师 规划活化脑力的训练课程 就特别沿用叠杯操 训练强化老人长辈 手眼协调的能力 强化注意力进而活化脑力 我们有合并到手脚并用 然后这一些可以训练 他手部的灵活度 还有他的专注能力最重要 还有他们的团队精神 给他们分小组一组一组 看似简单的叠杯操运动 其中包含了肢体协调训练 以及脑力思考 操作过程中会有些难度与挑战 招呼站的老人长辈们 却也相当喜爱 笑称有点难又不会太难 觉得既新鲜又有趣 记得十一玉兰瑞穗采访报道